大家好,今天2023年10月3日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长假期 香港中秋节和国庆长假期就刚刚结束了 夜宾分在海滨三个地点的夜市 部分都散倒档,部分都还有 维港上空三万火烟花也一早就烟烧云散 特首李家超今早就准备了,准备了一大堆数字 强调夜宾分的活动不单有助推动整体经济发展 也提振夜间经济,短短六日 他就说已经达成预期的效果 不知道什么叫预期效果 他就说市民的反应是最佳的指标 卖花的当然都是赞花香 事实是另一回事 香港政府都真的用尽洪荒之力 大地产商,公共交通机构等等都全力配合 很多的食股 商场都用消费有好处 打折扣,看电影又便宜一点 等等,数都数不完 正如李家超所说 市民的反应是最佳指标 看看另一个指标 香港人北上的数字 远远是大于内地人南下来玩的数字 北上的数字 大部分都是吃喝玩乐消费 市民以脚投票 这个都是一个指标 长假期是香港一个吸引力的测试 内部消费,旅游,零售,饮食 和整体经济面临的危机 其实就更加的 很清楚地暴露出来 特别当全城 或者说政府和商界都真是全城总动员 就是鼓鼓鼓鼓这个长假期 鼓鼓到什么呢 一百三四十万的人北上 一百万 转一点 反过来来香港玩 更加糟糕 但是就 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的 就是说 政府那个班子就越来越人多 但是就越来越没有招 特首就说香港人有招 但是政府就不太见有招 不太掌握得到 也都不愿意了解 其实香港现在面临的种种危机 仍然是自我陶醉 杀那的烟花纷纷 不知道香港这个 江辉的道路 可能正如有些人这么说 剩下最后一公里 或者更短都不一定 经济差 股市继续沉底 楼市一直都仍在跌 各行各业生意难做 市民的消费能力 消费的心情大不如前 这些其实都不需要什么的数字 都能够看得到 这些人都能够看得到 香港的现状 相信任何贴地的官员 生活在香港的港人 都应该感受得到 现象的背后 当然有一些外围的因素 例如你说中美冷战 香港可以做的 极为有限 也有一些政治原因 可以做的 不是没有 但是中央政府 又不想做 促进旅游和相关行业的工作 当然也有一些 复杂和高难度的地方 一定也有一些 相对简单的措施可以做 比如说 放松很多的规管等等的东西 举个例子 湾仔放烟花那天 生意要停了差不多半天 最后放宽了一个钟 放宽了一个钟那么大把 就已经好像黄恩浩度那样 这些其实是否解决不了呢 人流管制是否真的要封了个地方 先至其实就不是管制 其实是限制 数字就说明一切 旅游业的复苏是给其他的城市买 邻近那些就不要说了 澳门 新加坡等等 香港跑输澳门深圳等等 香港的吸引力大减 政府有心 可能有心 但是就没有脑 业界有心 无力 黄金周这个是一个大的测试 政府那个 能力 其实是露了底 香港的 夜宾分 第一个夜市在湾仔举行 今天这个湾仔区议会的主席 王宏泰 他自己在一个区 都讲得很坦白 就说靠搞夜市 无助推动经济 也都不可能长期举办 实际上下去也都是 对了只是周末搞一下 有点不汤不水的味道 恐怕可能过了几个月半年 就拍呼应那些地方 这几天还有点新鲜感 李家超和官员 其实可不可以解释呢 夜市具体 其实可以怎样推动 整体经济发展呢 那么喜欢数字 有没有数字化呢 可以帮到这个GDP多少呢 卖鱼蛋可以帮到香港的经济有多少呢 提振到夜间经济 怎样叫夜间经济 和日间经济怎样分呢 夜市的作用和持续性 是很值得的怀疑 但是相反地 我们看到香港人北上消费 和内地人对香港吸引力 大减少这个趋势 很可能一个可见的将来都会持续 甚至会加快 特别是现在政府很喜欢花很多钱 通关更加方便 不知道几多百亿 高铁等等的一些因素 这些其实对经济 对很多的行业 民生的负面影响 其实都已经陆续浮现 香港政府 其实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 就是这些的转变 这些趋势的转变 对香港那个 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呢 旅游 零售 饮食 等等行业 过去 很明显了 都是依赖 过度依赖内地旅客 现在那些旅客数字 也都很明显 越来越大 2003年后 又扩大了自由行 一直就吃老本 现在就20年后了 其实 内地人对香港 初初都有些好奇 新鲜感 下去其实都逐渐超失了 很多时候 就是一些媒体 访问一些内地游客 他们都会觉得香港 没什么特别东西了 已经 买东西又不是特别便宜 吃又不是特别好 还是比人贵 有网民就在网上 有一个留言 就说香港那个 一国两制 走了仰 亦都是内地 访港 内客减少的原因之一 他就说 以前他们来香港 有出国的感觉 不用出力发掘 有什么好玩 总之出国 就已经好玩 香港是另一个地方 当然不是政治 觉得香港是一个国家 但香港跟内地是很不同的 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他就说 香港有些地方 已经比内地更加中国管治化 他们为什么还要来 这么贵的香港花钱呢 但是又没有出国玩的乐趣呢 其实都真是一语重的 不知道那些管治者 有没有提到这个留言 香港的魅力 其实就不只是 维港两岸的灯火 或者是一年可能 一两次三两次的烟花 中西美食等等 而是香港独一无有的 历史文化 社会特色 既有这个华人社会的传统 华人社会的特色 亦都有殖民地色彩 国际城市这样的气色 97之 前后下 不少内地人来香港 做事 短的旅游 或者来读书等等 等等 其实都会很好奇 想来香港 看一看 香港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感性下 认识在香港 呼吸下 香港 的自由空气 不少 都特意 六四前后 来香港 六四晚上 去维园 去一些小书店 找一些内地 都 买不到的书 看一些内地 看不到的电影 文化 艺术 表演 今天的香港 就不一样 很多这些 都已经看不到 如果来了 看夜市 的话 去了这个湾仔 这个夜市 海旁那里 上空 看到 弹了一些 守城 提防骗子 等等的一些 无人机 做出来的 字样的话 可能还有一点奇怪 这个香港 都挺特别的 但是这些是不是 开心香港的新的卖点呢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